贱人 居然司通刺客刺杀本将军 还坏了我抓杨奸的绝好机会 将军可知刺客的身份 怎么 你有线索 能把清风剑施展得如此精妙 肯定就是志通四的武僧 志通四 我要灭你十八蛋 阿弥陀佛 小师傅 你们志通四 中原佛家名寺 如今成如此样子 真令人痛心哪 三个小师 有三个小师 我应该是个小师 大厨 是个小师 小师 过来 我来说 你中国人 什么大厨 我来说 你晓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可是叛贼宇文章的人 曾得大洲皇帝赐金琵琶称号 甚得宇文章喜欢不可大义 原来他就是金琵琶 朕早有所闻 传闻他的琵琶弹得很不错 等治好他的伤 还是尽快送他回汴州吧 圣上不可呀 要斩草伏根 以防后患呢 圣上 姑娘 我求求你 救救我 姑娘放心 朕一定会救你的 救救我 我好痛啊 大国僧 快快 来看看 是 圣上你一定要救救我 这一定会救你的 启禀将军 内线来报 果然是志同苏内帽武僧 救了杨剑 现在 他已经返回了隋宁军营 好 杨剑 这次谁也救不了你 兰林公主在我们的手上 我不信你不上钩 将军 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让高明义 千万不要泄露了身份 他可是我们抓杨剑的 重要线索 末将明白 必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县人 交给杨剑 这样 就没人怀疑高明义了 杨剑 本将军一定亲自把你活住 抢回我大洲的皇位 我又用你的人头 祭奠我们大洲先皇的列祖列宗 圣上 现在看来 要攻破汴州 只有走柳林沟这条捷径了 我看不行 子弟 看似开阔 其实地形复杂 一手难攻啊 您会在哪里 这些弱林沟 真是鬼门关 颇向当年诸葛孔明 火烧滕甲兵所在 上次我们三千惊奇突袭 全部损失在这陷阱当中 这次 绝对不可以再贸然行事 许文章阴险狡诈 现有以兰陵公主作为人质 我们不能强攻城 报 启禀圣上 这是宇文章派人送来的战书 呈上来 卑鄙 无耻 圣上 请息怒 这个宇文章 居然敢用公主的性力要挟朕 在十日之内交出皇位 若朕不交 就要杀掉朕的兰陵公主 宇文章 你试试看 你要是敢动朕的兰陵公主 一个寒貌 朕就千刀万剐了你 圣上 不要再犹豫了 下令吧 末将愿率领我十万大军 明天就攻破汴州城 救出兰陵公主 圣上 卑职以为不妥 且不可中了宇文章的激将之法 卫将军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难道我堂堂随军要坐以待毙 让天下人耻笑圣上吗 你 好了 朕已经有办法了 圣上请请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圣上 且不可呀 上次进城 见汴州司马高明义 差点中了宇文章埋伏 幸亏志同四明道是否相救 这次说什么也不能再冒险 可是汴州司马高明义 愿意里应外合 帮助朕救出兰陵公主 朕必须拿出朕的诚意去见她 高司马一直与我们密信来往 是真是假我们不能确定 而且上次进城赴约 还没碰面 我们的行踪已经被宇文章知道 这其中肯定有问题 圣上 还请让末将先进城 与他接上头再说 韦将军分析的有道理 不过 这个高明义 一再要求见到圣上本人 如果不见 我想 他是不会出手相救的 圣上 您乃我大随皇上 万一出事 后果不堪设想了 圣上 我来后头 啊 好 哎呀 你 喔 那 费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将继续饶命 金琵琶 本将军对你一心一意 你居然 你居然串通刺客来行刺本将军 小女子岂敢呀 小女子 纵使连将军的一句坏话都不敢讲 又岂敢串通刺客刺杀将军呢 请将军相信 我是被冤枉的 冤枉的 他们不杀你还救你 你冤枉什么 那还不是要怨将军您 我 我原本以为将军会怜香惜玉 顾及我的感受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将军居然会置我的生死于不顾 还派人放暗器 我被人挟持逃出城以后 他们要杀了我 所以我就只能谎成 我是被将军掳来的 我不是将军的人 如果他们相信了我的话 就把我放了 你的名可真大呀 毒箭射不死你 此刻也杀不了你 将军 我可是皇上清风的金皮吧 我怎敢 与随军同流合污呢 那你知不知道 那天被刺客救走的是什么人 我那天 我半路上就昏倒了 我哪里会记得啊 我告诉你 那个人就是盗取我北周皇位的奸贼杨奸 可是他相貌堂堂 我告诉你 那个人就是盗取我北周皇位的奸贼杨奸 你为人和善 不算是奸贼啊 你还替他什么 听听吧 不敢 大将军 我醒来之后 我就一心想着 如何逃出随军的军营 尽快地回到您的身边 要是您不敢相信我的一片中心的话 那 那 我就死给您看 断北道 把他死 抓好 你抓一个让本将军瞧瞧 大将军 您 您就真的忍心 看着金琵琶死在您的面前吗 我告诉你 本将军最恨别人欺骗我 你要敢跟我耍花样 我会让你不得好死